現在目前早上十點三十四分下的訂單 現在出貨 出貨中十一點十三分禮貨十一點二十分出貨 以我的經驗它等一下就會到火了 嗨各位Menskine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集比較特別的內容 就是現在目前台灣的這個電子商務發展非常非常的迅速 那各位從以前到現在都知道 我如果開箱啊 我幾乎買東西都是在PC用上面買 最主要是習慣了 因為PC用畢竟是台灣算很早期 那我今天想要做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在網路上面買這些東西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時間成本非常的貴 因為畢竟白天很忙 然後Menskine也想要拍攝 有時候要剪影片 然後還兼顧家庭 所以我覺得專程出去外面找東西 買東西其實成本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如果你買一些比較低單價的東西 其實光停車費啊 你買一個一千塊以內的東西 停車費有錢 絕對超過十個%的價差 所以呢 我覺得再加上這個時間成本 還有機會成本 這個也損失啊 絕對遠遠超過於 這個你買到可能比別人貴一點點的這些價格 所以我覺得網路上面買還是最方便最快速 那再加上台灣現在都有20小時到貨對不對 然後20小時到貨現在以前是只有PC號嘛 現在雅虎也有20小時到貨 然後現在連類是像什麼 MOMO啦 然後ASAP啊 甚至 甚至有一些像蝦皮啊 開始在推那種6小時到貨 甚至還有2小時到貨 所以呢 我們要來做一集就是 針對這些的 廣告啊 針對這些的內容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個時間內到貨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來挑選 三家呢 比較早期的 這個快速到貨的這個 電子商務 就是電商平台 上面所銷售的東西 所以第一家我們要找什麼 找PC號 那PC號算是台灣最早期做20小時到貨 那接下來又是ASAP 它拼6個小時到貨 再來又是 雅虎購物中心 也是20小時到貨 那所以呢 我們想要試試看 那現在這三家呢 都有標榜快速到貨 也就是北北機啊 可能也可以到6個小時到貨 那以我以前的經驗是這樣 如果早上可以在10點買的時候啊 PC號大概可以在下午3、4點的時候貨就到了 所以速度蠻快的 所以我幾乎上班時間 到公司如果要買東西要早上來先買一買 那還沒下班東西就到了 那如果你晚上買 根本不用說隔天早上就到了 那 總要嘗試一些其他的這個電子商務平台 他們的銷售服務速度嘛 所以我想要試試看 然後利用這個機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給大家看好不好 那我在今天我們要買什麼 今天我要買這個 羅技的這個滑鼠的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支滑鼠 因爲是因爲他的這個按鈕啊 非常的這個 靈敏 然後呢滾輪也非常舒服 然後這是靈敏度的調整 側邊還有兩顆按鈕 然後在使用的時候 手可以整個包覆啦 這個不是開箱我呢 這純粹真的是我喜歡用它 然後而且我在吃雞的時候 玩那個絕地求生的時候也是用這個 總之我們今天要用這支滑鼠來做測試 到三家電商平台上面 去買買看誰最快到握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開始 好 我們現在呢 打開這個雅虎購物中心的網頁 然後我們搜尋G102的這支滑鼠 所以呢為了讓這個公平 讓這個這一次的比較能夠公平 所以呢 我把這個網頁全部都打開 先打開 然後呢 在同一時間 可能差個一兩秒而已 然後做買單 好不好 所以呢雅虎購物中心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選到這個 羅技G102的這一支滑鼠 然後呢 PC用購物中心呢 也進來了 然後呢 我們也是選擇20小時購物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開始來做結帳 然後呢 我先把信用卡的資料都先填一填 然後在最後的時候 同一時間呢 一次送出去好不好 我們這邊選擇 一次付清 信用卡一次付清 還有ASAP 所以我們這次比三家 還有ASAP 然後現在是剩下雅虎的 雅虎購物中心 我們現在來做買單 它也是快速到貨哦 我們看看誰都標榜說可以6個小時是不是 好 我們即將要完成購買了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現在雅虎購物中心 已經怎麼樣 已經準備要進入結帳 這邊按下去 就可以直接購買 然後ASAP的部分呢 我已經都填好 準備這邊送出去 就是準備要購買了 然後呢 PC用的地方呢 也是送出去 準備要購買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 已經完成 已經收到我們訂購訊息的 廠商出貨 這邊就是590元 PC用的雅虎購物中心 感謝你的訂購也訂購完成了 然後呢 這邊 PC用 三個都訂購完成了 10點35分哦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 誰是第一家到貨了吧 好啦 現在呢 我們已經是下午 差不多已經經過了 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又十分鐘的時間 所以他們應該現在每一個 網站呢 都應該要有這個追蹤的狀況 譬如說貨現在到哪個地方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第一個先來看PC用 PC用現在目前早上10點34分下的訂單 現在出貨 出貨中11點13分禮貨 11點20分出貨 那這邊寫的是最晚是 10點34 也是明天 20小時到貨 但是以我的經驗 它等一下就會到貨了 那我現在來看一下雅虎 雅虎我們來看一下 再重新再 11點23分出貨耶 那我們看一下 剛剛11點23 哎呦 差了三分鐘 我們訂貨的時間是 10點34分訂貨 10點34分訂貨 然後呢 雅虎是幾天 這樣 差一分鐘 PC用訂單比雅虎快一分鐘 但是呢 出貨呢 跟雅虎比起來呢 雅虎慢了三分鐘 所以其實還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ASAP ASAP RELOAD 看一下 出貨進度 到現在還是未出貨 還是未出貨 這個標榜這個 北北機最快的 到現在還沒看到出貨 10點35分的訂單其實都差不多 到現在呢 只有收到訂單狀態 所以呢 我不太清楚他現在的狀況 我在猜 如果 不會有意外的話 大概 應該在3 4點 或5點以前 應該就會有第一家 或第二家的快遞先到 那我們拭目以待 好 現在是下午的4點20分 4點20分喔 OK 誰先到呢 第一個到的是這個 PC Home PC Home已經到了 第二名是誰呢 還不知道 但是如果用我來猜測的話 我覺得 這兩個我不曾經上面買過 快速到貨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等等看吧 尤其是ASAP 我這次是為了要做車子才註冊帳號 好 我們再等一下吧 所以經過了多久 4點20分 他這邊上面有這個時間標記 2018年5月02號11點19分30秒 打印出貨單 這裡有 這裡有打印出貨單 有沒有 時間這裡有 看看第二名會是誰好不好 會不會第二名今天到下班以前都還沒來 因為我差不多 今天6點半就會離開公司 所以 繼續等一下吧 如果兩個都等不到呢 就是明天才會到了 現在是5點56分 我剛剛聽到外面有人叫我的聲音 應該是郵差 還是送貨的 的 先生吧 有我的包裹是不是 現在是5點56分 看一下 5點5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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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哪一家 雅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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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郵局 郵局 雅虎 郵局 OK 雅虎郵局 雅虎 好 雅虎購物購物中心 好 雅虎購物購物中心慢了 這個 PC用大概慢了 兩個小時應該 第二名 雅虎 可是他是標榜北北基6小時耶 對啊 已經到了 對 所以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ASAP 第三名 什麼時候會來呢 可能沒辦法等他 反正你已經是第三名了 好不好 那就比較抱歉啦 那我呢 要去吃飯啦 回家啦 明天嘛 拭目以待 看明天 他幾點會到 就這樣子 我已經交代我的同事了 就是到的時候要記得是幾點幾分 好 OK 各位朋友早安 現在是早上的 9點51分 這個早上 經過一個晚上 9點51分 OK ASAP到現在還沒到 你早上一來我就問我同事 跟我同事講說 ASAP到的時候 趕快把我記下來 大概幾點幾分到 結果我今天已經遲到到公司 9點上班 我現在9點51分才到公司 東西還沒來 在等的過程呢 大概跟大家聊一下 為什麼說我想要拍這個東西 因為 最近台灣的這個電子商務 在這幾年蓬勃發展 然後呢 大型的電子商務呢 一直在出現 譬如最早的PC號 雅武溝中心 然後接下來又有什麼 蝦皮對不對 蝦皮之前還有一個ASAP 蝦皮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MOMO UDN UDN 然後 還有什麼 還有幾家 可能如果我沒念到了 然後像一些中華電信啊 台灣大哥大 現在都在做 電商 平台 也就是大型 比較中大型 我都稱之為比較中大型的 電子商務平台 那我為什麼對這個話題有興趣 因為Alan做電子商務已經做17年 就舉例來講 我跟PC號的合作 已經從 從第一家公司到現在 我成立過兩家公司 第一家公司到現在 如果合作起來 全部前後加起來 我已經合作超過13年了 那所以在電子商務這部分的生態 我非常非常熟啊 那所以呢 再加上 最近他們都一直在狂打這個快速到貨 所以呢 我想要做一個比較 OK 我剛剛 一直覺得 越來越不對勁 想說已經快到20小時貨 怎麼還沒到 應該不太可能 慢也慢那麼多 所以我剛剛仔細看了一下 原來A10AP的網站購物上面 其實它分很細啊 它有分2到7日到貨的 還有分 這個 20小時到貨 也有分 6個小時到貨的 那昨天我們買的那隻滑鼠 G102羅技的這隻滑鼠 在整個A10AP裡面 你搜尋了之後呢 全部都是2到7點到貨 那它Logo很小 所以我們看沒有很清楚 那我也是第一次來這邊買 所以我以為是 只要來這邊買 都最少是北北基 6小時到貨 或者是20小時到貨 所以事實上沒有 所以呢 看這個樣子 A10AP的24小時 或其他的快速到貨的選項 的產品 其實不夠多的 這三家呢 果然前兩家 還是獨大的狀況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既然它還沒出貨 那我們就去訂單的地方 把它做 取消訂貨吧 這樣貨就不用送了 所以呢 今天這一場比賽呢 其實 還是以 雅虎跟PCOM 兩家做比較 那A10AP呢 它不算淘汰 它也不算是 陣亡 只能說它的資格 目前在這個產品類別 如果要做比較 它是屬於資格不符的 那我自己沒有看得很清楚 所以比較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 真正參與比賽的是兩位 PCOM跟雅虎購物中心 那由PCOM勝出 那雅虎購物中心呢 排第二 那大概差了兩個多小時 我倒覺得還好 那下次呢 我有機會呢 我要再跟大家做其他的比較 我就針對這些 譬如說六個小時到貨的 先去挑挑看它們有什麼產品 然後再從他們的六個小時到貨裡面 去搜尋其他的 大型的平台 譬如說PCOM、雅虎購物中心 你看看它們有沒有這類的 然後一起購買 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 六個小時到貨 那再次重申 那今天的這支影片 不是業配喔 純粹是一個比較 那我想看看大家 對這樣的話題有沒有興趣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記得在底下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們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好嗎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Facebook 還有我Instagram 然後還有我大陸的微博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 掰掰